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1月28号 星期六第一天上班了对吧 嗯 昨天发的那个视频啊 我随便解释一句吧 最后一句啊 就说如果你理解为啊 只要人品好就能在股市赚钱 那我真的劝你远离这个市场好吧 我昨天那个视频说的是 人品好是在这个股市里长期赚钱的 必要条件啊 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也不是充要条件 什么是必要条件 什么是充分条件 什么是充要条件 我们初中数学都学过 对吧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好吧 如果你真的认为 我听了我昨天那段视频 还觉得就是说 嗯 炒股 只要人品好啊 就应该在股市里长期赚钱 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 那你这个理解力一定是亏钱的啊 在股市里面一定是亏钱的 这没有任何讽刺 也没有任何极强 这个理解力是很难提高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你我我喜欢做视频 就做很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还有就是你们急吼吼的去发言 对吧 如果我的一些想法 正宗你们的一些想法 产生共鸣 这种共鸣很强烈啊 偶尔发一次眼可以 你你动不动就发言 动不动就发言的话 就很容易就是说你的自制力是 是有问题的 或者说这个自制力在生活中没有问题 但是要在股市里面赚钱 这个自制力是有问题的 这两种应该说我这么说的话是 劝人人家少发言 我一直劝人家少发言 对吧 对我的流量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还是要把我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 好吧 这咱得说完了啊 今天说点什么呢 说点有意思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 你一直要我谈谈那个具体的盘面的一些东西 对吧 你后天要开盘了吗 盘面啊 如果我是这个市场的主力 我会发动哪些 哪些哪些位置的票 我从大方面 我都喜欢从大方面讲 我如果是这个市场的大主力的话 要发动超级行情 我一定是发动底部的 大家伙 比如说基建啊 银行保险券商这些 底部的趴着不动的 因为这种东西发动上去的话 有足够的空间 可以把它打到四千五千人以上 然后呢 我这里插一句 就是这里 我不会一直长多 等这个市场过了五千一百七十八 我上次说过 五千一百七十八一定会破的 不破的话 它市场大主力是出不了货 五千一百七十八破了以后的话 我那个时候就会谨慎的 不会一直长多的 因为它那里是可以下来的 也可以突破六千一百十四 好吧 我不会一直长多的 好 继续说下去 发动一轮超级行情的话 我一定是选低位的 你从07年和15年就看出来 07年发动都是低位的 每一类色五 特别是有色 它有色发动到后面 都发动成黄金的价格 对吧 所以说低位是一个超级牛市 发动的启动机 这是最合理 性价比最高的 15年的时候也是低位的 银行保险券商 然后是机械 对吧 然后起来 今年要发动超级行情 不会用高位的去发动的 用高位都是为了加速干顶去发动的 大概率 好吧 这是我对于应该去买哪些方面的票 来做的一个大方向 低位的圆弧里的不动的 大家伙低位的圆弧里的不动的大家伙 上去以后 低位的小家伙都会跟风上去 你听着很容易 好像大家做完做小家伙 这里面其实是很难的 你大家伙启动的时候 小家伙你要不 保持住一颗平常心不割肉 等着大家伙结束以后 小家伙跟上 这十几二十天是很难很很难很难熬的 你经历过一四五年 一四年年底 一五年年初你就知道了 一四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伙拼命的场 小家伙动也不动 甚至阴阴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 熬过去 底部的圆弧底的都会上来 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会上来 除了退市的那种 嗯 然后后面我要讲了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 时间应该够 就是哪些板块不要去碰 哪些板块不要去碰 我先说我的结论 白酒板块是第一不要去碰的 第二不要去碰的是高位 高位的白酒 第二个板块就是高位的医药 那么我怎么解释 我讲一个我自己的设想 一个小说 我们这个市场是一个大主力 控盘的 上面有大boss 对吧 下面有各个部门 有那个白酒部 新闻员部 医药部 比如说银行部 基建部 这种大大部门 当然还有很多小部门 比如说数字货币部 性创部 对吧 重组部 有很多小部门 那么他们有平时都会都会去自己开会 也会内部讨论 对吧 现在处境最尴尬的是什么呢 我们从那个新闻员部的内部对话说起啊 新闻员部呢 他就会说老大 我们新闻员分光处都那么高了 怎么出火 他们老大 新闻员部的老大就会说 我们不着急 我们的位置一点都不着急 前面有白酒顶着 为什么 因为白酒 他已经经过一轮大牛 又一轮大牛 又一轮大牛 他的历程远比我们高 我们只要看着白酒 他怎么出货 我们后面随机应变就可以了 要急也是白酒部门急 因为他们是第一批 超乎人 人们想象的 涨了又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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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是又没有实际的消费的想象空间的 你看现在喝酒的人 五零后要比六零后多 喝白酒的 六零后要比七零多 七零后要比八零后多 到八零九零后 我已经听不到比九零后喝白酒的 这排酒的消费是一代比一代递钱 一代比一代递钱 对吧 那你急什么呢 我们分光处绿电还有国家大背景 想象空间 绿色节能 碳排放 这种想象空间在后面 我们急什么 对吧 那么到了白酒部的老大 白酒部里面怎么开会的呢 白酒部说 老大 我们这个东西好像出货很难 怎么办呢 他们老大就说了 多怪那个医药部的那个老大呀 大家本来商量好一起出货 对吧 弄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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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方法一起出货 没想到呢 他们医药部的老大 生物治药老大 突然编了一个老太太 五万块存值念不动 然后呢 翻了十倍 好了 他跑了 把我们留在上面了 我们现在在编这个故事 还有人 还有谁信呢 对吧 当然了 他这么自力这么做 对吧 也害了他 也害了他们部门的 几个大马仔 也跟着一起下跌 他自己内部也不好 日子也不好过 对吧 他们的阿恒 阿凯都跟着下跌 对吧 我们现在难啊 我们现在 怎么办呢 没事 等着吧 等着老大 这一把 上去以后 过5178 过6124 之后 我们想办法 能够 在前高附近出货 就已经歇天歇地了 好吧 我们这一把 只要到前高 出货 安全的退出 就歇天歇地了 后面发生什么事 跟我们没关系 好 画面又转到 医药部 医药部 生物之药部 生物之药部 生物之药部的那个 大哥 大哥就是那个 长哥 对吧 长哥 长哥说 还好我们上面编了一个故事 对吧 编了一个老太太的故事 我们错过了 我们现在 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等着吧 不要紧 反正是把老大回到5124 5178 6124去 我们 在下面 能捡一点便宜的程度 就捡一点 捡不到就不要了 反正我们手上还有很多货 对吧 然后呢 等到上面去以后呢 我们千万不要去过那个 我们编故事的那个点 编故事的那个点上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已经套牢多少 善良的攒户了 那么我们只要不到那个点上 他们就不会出来 我们就在现在这个点 和我们编故事的那个点之间 赚点钱就可以了 当然了这个点 这个空间足够大 但是呢 能进来的人 不是那么多的 除非大盘到5178到6124 我们就这么做做就可以了 后面 后面的事情 听我们上面老大的指挥 真要老大 让我们突破前面的点 这个钱也不是我们出 懂了吗 我这个 我这个故事讲了懂了吗 所以说你高位 白酒 高位的生物医药 各种各样的医药 高位的 千万小心 最怕的是高位白酒 第二怕的是高位医药 第三才是高位的 风光处和新能源 汽车 这些有可能还会拉一波的 随着大盘的暴力上涨的话 他们绝对有这个基本面 和这个想象空间去拉一把 啊 当然了这三个的性价比都不是太高 性价比最高的还是底部的 底部没涨 因为要出大行情必须要底部 这里面最起码要出一两个十倍以上的票 才能营造出烘托出牛市的气氛 才会把银行里增长 去年增长大概18万亿的居民存款 尽可能多的引过来 引过来的目的不是赚他们这个钱 而是把他们的钱锁住抗通胀 好吧 今天就来到这 拜拜